在生活当中总有一种男人 总有一种丈夫 家里守着个丑妻 在外面采气飘飘 让他离婚吧 不理 那你就不准花 不行 我开始也想不明白 有一天我经历过一件事情 我想明白这个道理 正所谓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气飘飘 这种男人就是典型的花心男 但具有这种特征的男人 为何要在红旗不倒的情况下再去飘呢 为什么不干脆点和老婆离婚 岂不是更自在 所以图老师也是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直到今天碰到这两位 算是派上用场了 毫无保留地给两位上了一刻 那么图老师究竟是怎么理解这件事的 今天的两位嘉宾又碰到了 什么样的感情纠纷呢 想要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这都得叫大哥大姐呀 这岁数摆这儿呢 姐弟恋 别的大六岁呢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出对线呢 谈恋爱多久了 两年多了 徐先生45岁 在几年前因感情问题和妻子离婚 郭女士51岁 因丧偶导致单身好几年 正是因此 两位单身的男女就这样重组家庭走到了一起 现如今恋爱两年并未领证 还处于热恋当中 不过这段恋爱 让51岁的郭女士非常没有安全感 其原因就是男友这人有个特点 见到美女就迈不动不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好色之徒 例如两人逛街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从表面上看 郭女士的体重起码得有200斤左右 而徐先生看的那位美女是个苗条淑女 两人无论从身高体重还是肥瘦大小 都不可能穿同样的衣服 即便是这件衣服有大小号 穿在两人身上那也是两种观感 所以说徐先生的这种解释就是无稽之谈 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 徐先生明显就是看美女去了 虽然女友知道此事非常生气 但这并不能阻止一个好色之徒的下一个目标 都知道好色之人那肯定是漂浮不定 不可能盯住一个美女不放 所以接下来徐先生又把目标投向了另一个人 标牌上的价格哪有美女好看呢 所以说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让郭女士有安全感 总而言之徐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当然像这种不本分的人在社交方面肯定也是非常乱 经常和那些所谓的男女朋友花天酒地 几乎每天都是半夜回家 并且在这期间还总把手机关掉 就好像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样防着女友 是她每次出去吃饭都关机 还是偶尔可能一次 十次得有九次 所以郭女士整天都在提心吊胆 也不知道男友到底在外面干些什么 终于有一天 郭女士在男友手机上发现了问题 一位不认识的女性经常给男友发红包 并且还称男友为小鲜肉 小鲜肉一般指的是那种年轻有活力的网络明星 又或者是那种长相可爱招人稀罕的小男生称之为小鲜肉 但徐先生也被人叫成小鲜肉 我估计是那位女性对她的一种独特的欣赏 当然以上发生的这些事 还不能足以证明徐先生和其他异性的关系暧昧不清 只能说这家伙就是个不本分的人 但问题是经常这样撩妹或者是被妹撩 作为女友的郭女士受不了 特别是男友有点什么事就关机联系不上 这个举动总是让郭女士感觉不正常 现如今郭女士被整得都快精神崩溃了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 如果每一件事都这么巧 那么这里面肯定藏有猫腻 所以细心的郭女士在这之后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徐先生的工作是一位跑活的司机 在工作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女性顾客 正常情况下郭女士肯定会理解 但不正常的是徐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呢 见到美女迈不动不的人 所以在工作期间 徐先生碰到一些长相美丽的女性都会主动上前搭讪 时间久了肯定会碰上对他有好感的人 这不就在不久前 一位年轻的女孩引起了郭女士的主意 其实这个小女孩是个有对象的人 你要说和徐先生有什么亲密来往 我觉得不太可能 但关键是这个小女孩总是对徐先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 甚至还敢在郭女士面前大言不惨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个女孩被徐先生的花言巧语给迷惑了 肯定跟女孩说了一些生活上不幸福的事 而这个女孩也是出于同情 所以才敢怒斥郭女士是个绊脚石 如果真是这种情况 那只能说徐先生确实有这贼心 只不过是还没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如果真的到了火候 那么郭女士还真有可能成为绊脚石 由此可见 徐先生之所以这么喜欢撩妹 那肯定是对面前的女友不算满意 那些年轻漂亮的美女才是她心中的目标 但问题是 既然看不上郭女士为啥还要挽回呢 喜欢这大姐吗 喜欢 你还想跟她在一起吗 想 为啥呀 因为她对我非常的好 人好还天天查你 她可能在乎我 在乎 想得到倒挺清楚 那些所谓的年轻姑娘也就是看看罢了 郭女士虽然长相普通身材又胖 但能陪她度过后半生的人只有郭女士 这点徐先生心知肚明 那为什么郭女士明知男友花心好色 为何还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呢 听了郭女士的回答真可谓是岁月不饶人呢 51岁的郭女士却是没有更多的时间折腾感情问题 她也怕自己老了没有归宿 倒不如和现在的男友对付呢 此刻 图类图老实坐不住了 虽然郭女士想要自认倒霉 但再怎么样 也得知道对面这个男人是什么类型的 这样起码不用稀里糊涂的过日子 所以这点必须要了解 在生活当中总有一种男人 总有一种丈夫 家里守着个丑期 在外面采息飘飘 让他离婚吧 不理 那你就不准花 不行 我开始也想不明白 有一天我经历过一件事情 我想明白这个道理 我有个朋友 他经常干副业 他的正值的工资不高 也就三四千块钱 他每个月的副业能够挣到七八千 于是我问他 你既然副业这么赚钱 你给索性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副业上 这样的话你不是挣得更多吗 他是这么回答我 没错 这个副业挣得是多 但如果没有了正业 我没有安全感 也没有归宿 涂老师的这个比喻实在是太恰当了 副业再好那也是副业 不长久也没有归宿感 所以那些喜欢在外面花的男人 还不愿意离婚的男人 就是这种状态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家里红其不到 外面采息飘飘 但是这种典型的花心男 并不代表非得发生些什么才算花心 那些没发生什么 却喜欢在外面招风引蝶的男人 才是最难搞的 所以徐先生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当然 既然生活当中有这样的男人存在 那么必然也会有一种女人去将就他 而这种女人就是郭女士 不难听出 吴老师对女生所说的这些话 其实是一种放弃的态度 也就是说 既然徐女士自认到没想跟这个男人凑合过 那么就不要太在乎这段感情 因为越是认真伤得越深 所以郭女士要活得精明一点 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 岁数大了凑合过吧 那么事已至此 结果也何想而知 徐先生和郭女士都选择了留下 至于今后能不能幸福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我们还是得提醒他们 希望徐先生能少一些花心 多一些真诚 另外也希望郭女士能多一些信任 毕竟活得幸福人生才算完美 所以还是祝福他们吧 那么事已至此 屏幕前的你对此有何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去招费了 我就觉得我来想 По 感谢观看